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吴中成 先跟各位聊一个话题 就是墨子学院工艺课 都是跟设计有关系的 首先我讲一下 三字经里面有一句话叫做 秦有功细无义 细是细细的意思 细细 就是片头那个标题 那秦有功细无义 这是三字经里面讲 秦劳绝对是有 就会有效果 就会有它的报偿 可是你吸系 就没有意义 真是吸系没有意义吗 这点就是 以设计的人的角度来讲 工业设计的人的角度来讲 他设计的东西都是什么 都是用品 使用操作 那工业设计的人 都会讲到一个东西叫做人体工学 以前是讲说 Human Factory 那现在有的人叫做人因工程 因为Factory因素 Human 人 要讲到设计机器 设计工具的话 都是要操作 操作里面就要有什么 Man Machine Interface 人机界面 人跟机器的界面就是什么 就是设计 怎么操作 Control Element 控制元件 那我今天为什么会讲 喜有意呢 不是勤有功细无意 为什么讲喜有意呢 连玩耍都可以寓教娱乐 比如说人体工学 这个东西就是一个人体工学的典型 就是所有的操作都在这上面 旋转 旋转的控制 这边有图点 这是暗示 另外按键 有的按键是有那个 有声音的 Ki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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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文叫click 有这种感觉 触感 那有的按下去是没有那个声音 但是呢 它仍然是有作用的 这就是让你感觉到 你就是闭的眼睛 你要摸的很熟这些东西 它的位置 那另外一个开关嘛 那个所谓的轴截开关 敲敲板式的 敲板式开关 那另外也是轨迹球 Tracing ball 以前的那个笔记型电脑都是 西藏型电脑都是用这个玩意儿 这个球状的东西 那那个所谓的滑鼠 有的以前也有用这个东西 现在已经没有用了 因为它现在是用光学的 那另外这个子波 就是像拨号 像那个号码锁 或者是那个保险箱 不都是用这种东西吗 拨号 那另外一个就是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是按下去 你可以这样按下去 然后它也可以左右前后 然后它可以回旋 今天就要讲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叫做什么 英文叫Jair Stick 就是所谓摇杆控制器 摇杆控制器 那我今天就要讲这个东西 那压下去 我大概在年轻的时候 那时候很流行这个玩意儿 遥控赛车 这天线 然后它用的那个遥控器 是这样子的东西 它用遥控器是类似这样的形状 但这个是最新型的 那以前的都是方方正正的 各位如果玩过遥控骑车就知道 它只有两个控制 第一个就是加速 速度的那个加减 就是加速减速 就是用这个 那另外一个就是转向 前轮的转向 那不管是这个还是船 还是飞机都是这样 反正就是一个前进运动速度的增减 另外一个就是方向的改变 就这两项 所以它只要有两围就好了 都是垂直的水平的 就这样子控制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因为它是用无线电控制的 所以它必须要有什么 要有频率 因此以前玩这个东西的时候 以前玩这些遥控器 就是所谓的那个RC 这个radio control 那个radio control 就是那个remove 就是远距控制 以前就是两围上下左右 就这样 因为两个大拇指操作 以前都是这样 那这样子的操作 就让人训练 训练它的感度 另外它就 这个上面有一个天线 天线上绑一个彩带 那个彩带的颜色要不一样 比如说以前我们尝到这个 这种以前有这种 很多有那种赛车场所 就是很多赛车放出来 但是因为它每一个赛车的 那个频率都要不一样 它接收频率都要不一样 它的不一样就是要靠 靠这个遥控器上面的 那个天线上面绑的那个彩带 所以每一场出赛的时候 比如说有六辆七辆 那每一个遥控器 如果遥控器的频率是一样的话 那就互相干扰到了 就盖台了 所以它必须要不一样 就要用那个彩带来区分 那现在的那个空拍机 空中拍摄的那个空拍机 也是用这种东西来控制 那也就是以前的这个 玩这个遥控 遥控汽车 遥控船 遥控飞机的 这种东西 遥控器 来控制 那今天讲这个是什么 很多人以为说 那些东西只有什么 只有玩乐的效果 不是 现在的那个最新的船舰 大型的船舰 已经不用那个舵盘了 舵盘很大 如果说各位要发 尸骨之忧情的话 可以去玩帆船 帆船的那个船的那个舵盘 还是在后面 因为它跟那个舵机 跟那个舵非常接近 它是直接用机械传动 你这样旋转的时候 它化成那个舵的摆动 角度 改变它的角度 那是传统的 那不管是后来用车钟 还是用什么 那我们不管 反正以前的那个象征 船就是一个舵盘 像佛教的那个标志 就是一个舵盘 舵盘的意思就是 指引方向 人身方向 还有那个大海航行靠舵手 这个不是讲这个 有大陆的一句成语 那这个 那个舵的概念 现在 如果你到很巨大的船上去看的话 他们全部都是用这种摇杆 一个很巨大的 一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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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战舰 也是用这个摇杆 它已经不用 已经不用那个转盘式舵机 它就是用这个 用摇杆 它的摇杆 不是 不是只有水平上 那个垂直而已 它是 360度可以旋转的 像这样子 你一放 它就跳回中间 从任何一个 任何一个角度 甚至于旋转都可以 这样子 它就直接用 用间接的 用这样子来控制 然后经过线路 改变电 那个 电脑 控制的 那个机器 最后传到 最后的机器上面 然后机器就 那个舵就开始 改变 同样的 现在的那个 战斗机 高级的战斗机 像中国大陆 那个 迁石 迁石的那种战斗机 里面 八一航空队里面 有三个女性 飞官 为什么女性 那个手指那么纤细 而且手无腹肌之力 它如何去操作战斗机 这跟我们想象的 不一样 好像军人 那个飞行人 都要很强壮 完全不是 以前的飞机 是 它是用一个 用一个 一个机械式连杆 摇杆这样子 它也是这样 左右才操纵 可以操纵 那个腹翼的角度 也可以操纵 尾舵的角度 还有那个脚上 油门是踩 加速减速 它只有靠这样子的 简单的这个操作 所以说 其实这个飞机 是因为它的昂贵 照叫昂贵 否则 应该每一个人 会开车的人 应该都可以操作 只是看你有没有胆量 因为它是在空中 它没有着力点 那现在的那些 高级的那些 那个 战斗机的飞行员 很多女性的原因 就是因为 操作这个东西 只要用 只要用这个 非常小的力量 但是它必须要怎样 要 让你的敏感度 要很高 所以这个东西 可以从小训练 它的敏感度 而且它们 未来的世界里面 都是趋向于 这个东西 所以我今天特别讲的 戏有益的意思就是说 我的孩子在玩这个电动游戏的时候 我不但没有阻止 而且我还参与 看看他们现在都在玩一些什么 新玩意儿 就是这个理由 因为 现在的大型的这种 战机 战舰 全都是用这种方式 这个Jarastic的方式 有的人讲 这个叫做向量控制器 你不管怎么 它就是一个电动玩具的 一个操作操纵感 那也就是说 不要小看游戏 欲教愉乐 凡是跟人 跟机器有关的东西 人机界面 这就是人机界面的一种操控的元素 就像这个 这就是典型的一个示范的 一个模拟器 以上 吴总森跟各位分享一下 勤有功 戏也有益 谢谢